作者率真商业世界 前不久滞留香港十年不肯回来的郭英成 终于因债务问题重新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他提出的债务重组方案 十年前郭英成出境时 他创立的家照业是一家年销近300亿 挤入全国前20强的地产公司 十年后郭英成回来时 贷的是一份近900亿的债务 独在香港期间郭英成卖掉了价值7000万的别墅 必居在四季酒店的一套海景房中 四季酒店号称香港摄像头最密集的酒店 每个走廊至少配有四个摄像头 可以有效防止被跨省执法 有人猜测他卖房是为了还债 但更多人相信是为跑路做准备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郭英成并没有简单的移润了枝 而是一边拒绝回大陆 一边在香港摆出一副随时要润的模样 这种奇怪的状态持续了整整十年 直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他才下定决心回到了大陆 那么郭英成到底遇到了什么大事 竟然要躲在香港十年 原因还要从他创立的 加兆业地产公司说起 零妖 加兆业是一家非常特殊的地产公司 一般地产公司做的是土拍拿地的生意 加兆业做的却是处理烂尾楼的生意 有着地产行业第一接盘侠之称 正是这谁也看不上 避之不及的烂尾楼成就了郭英成的商业帝国 郭英成 广东潮汕人 底层农民出身 改开前养过猪 开过拖拉机 改开后 开始做外贸生意 说是做外贸 实际和走私也差不多 通过把香港的商品倒腾金内地 赚到了第一桶金 90年代 在潮汕老乡的建议下 郭英成进军地产行业 注册成立了加兆业 进入地产业后 郭英成发现 自己几千万的家敌 在这个行业中根本上不了牌桌 拿地抢不过人家 只能拿一些边边角角的冷门地款 于是 郭英成另辟蹊径 率领加兆业扎进了万尾楼的领域 这个小众赛道 将加兆业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 捧进了全国二十强 但也反噬了郭英成 烂尾楼复杂的背景关系 让他卷进了一桩贪腐案 远走香港瑟瑟发抖 比如 加兆业最成功的项目 是处理中城广场 中城广场 位于广州的黄金地段 是当时最豪华的写字楼 1992年预售时 便卖出了3万美平米的天价 但1997年 亚洲金融风暴后 原开发公司资金链断了 成了烂尾楼 之后 中城广场的开发权几度一手 但都因为复杂的债务 产权 股权关系 无疾而终 成了重地产公司 敬而远之的审判 2005年 郭英成 以黑马之资 从中石化手中 接过了中城广场 代夏 则是开发完成后 将广场的一栋副楼 转交给中石化 看似一场多赢的结局 却在郭英成 跑路香港后 又恒生之劫 被人举报有权钱交易 经查 中城广场估值 高达19.8亿 但郭英成接手时 只用了9.24亿 交易存在诸多疑问 中国石化园董事长陈同海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 广州高院执行局局长杨贤财 等多个贪官相接落马 最搞笑的是杨贤财 知道上面启动调查后 连夜取出了郭英成 贿赂他的100万港元 送了回去 并声称 当年不知道中城广场有问题 以为把赃款退了就没事了 除了失了志 想不通他这么做的原因 零二 家兆业接手另一桩烂尾楼 长安八号的背景 更加深不可测 长安八号是北京长安街上 最后一块70年产权的地块 原主人是一位身份 颇为神秘的商人 他拿下地块后 并没有开发 而是转给了香港的开发商 之后又是几经转手 泰蒙 生命人寿 泰克 金立峰等国内外资本相继入场 股权关系错综复杂 众股东利益难以协调一致 导致迟迟无法开发 郭英成 亦高人胆大 单独注册了一家海外架构的公司 从香港融了60亿的资金 接下了长安八号 或许 他认为家兆业什么样的烂尾楼 没处理过 还能被长安八号难住 真的能 60亿资金进去一年后 郭英成就出事躲到了香港 每亲眼见到开盘的那天 03 迷眼人应该看得出来 郭英成虽然靠纳美楼开发 赚了不少钱 但自身也陷入了异常复杂的利益纠葛中 游走在灰色地带 刀口填写 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直接导致 他跑路香港的原因是 深圳有位领导落马了 调查组传唤他接受问询 心里有鬼的郭英成不敢去 便跑到香港躲了起来 据说 这位领导曾在郭英成收购深圳航运集团时 提供了帮助 更觉得是深圳市 为了逼郭英成回来 直接叫停了 家兆业在售的2000多套房产 广州 杭州 武汉等多地资产 也遭冻结 家兆业资金链断裂 陷入流动性危机 实事求是的说 在众多高负债房企中 此时的家兆业算是优等升了 纯负债仅占总资产的56% 开发的楼盘80% 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根本不筹卖 所以 家兆业出问题后 孙宏斌第一时间跳了出来 表示愿意收购 万科 万达等房企 都与家兆业传出过绯闻 孙宏斌提议45亿 收购郭英成49%的股份 这么低的价格 无异于趁火打劫 把郭英成气个半死 随便提一句 两年后 王健林也被苏鸿斌 这套趁火打劫的把戏 气得砸茶杯泄分 足见苏鸿斌杀架有多狠 与荣创谈崩后 郭英成见大陆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索性不卖也不跑了 开始以港商的身份 遥控家兆业 2017年 有人向郭吹风 说事情调查得差不多了 你可以公开活动了 心有余悸的郭英成 只敢在香港公开活动 绝不踏入内地一步 但他在口头上 表达了对内地的思念 说自己在大陆住了三十多年 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 中国永远是自己的祖国 希望有天可以回内地旅游 身边的员工透露 老板很努力 每天在公司要工作到深夜 似乎想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 虽然家兆业的经营 一点点恢复了正常 两间套住房和资产相继解冻 但错过了2015年至2018年 房地产最后一波红利 随之而来的是房住不炒和三岛红线 2022年 家兆业宣布爆雷 近900亿的境外债务逾期 内地的楼盘大面积停工 中压之下 郭英成不得不回大陆了 因为他拿出了一份 为期十年的债务重组方案 计划在2034年之前 逐年偿还800亿欠款 这个方案想要通过 必须取得相关部门的认可 仓皇离开大陆十年后 郭英成终于回来了 据熟悉郭的人透露 他还是留了一手 人虽回来了 但在香港留了一支 规模高达百亿的家族信托 他带回来的 只有一份近900亿的债务重组方案